让多人瞬间失联的沙涌到底是一个什么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甘肃及时山6.2级地震以后 与其接壤的青海海东市明河县的两个村 津田村和草滩村发生了次生灾害沙涌的现象 浪头高三米的浓稠淤泥突然大量的涌入村庄 包围覆盖冲毁当地的房屋 20多名群众失联 事发以后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连夜组织救援和青蛙 视频眼是一大片的土地竟然完完全全的被厚厚的淤泥覆盖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有过村庄的痕迹 救援人员告诉记者 这种淤泥特别的失年稠 而且重量大密度大 单靠手把根本挖不住 只能够依靠重型的机械 附近的村民表示当时声音很大 就像泄霉的那种呱啦呱啦的声音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泥土 有地质专家分析这是沙涌现象 即地下含水量高的沙土 在地震发生时遭受了墙内的震动挤压以后 迅速的液化喷出地面破坏力极大 沙涌现象发生时人们尽量跑到高处避险 据悉荆田村地处黄河故道 地面高出黄河河床几十米 地下有较多的含水量高的沙土 而且村子附近也确实有一条 夏季稍微有点水的干沟 截至到20号20时56分 青海沙涌救援现场600多名救援人员不间断的搜索 紧急调运来三台挖掘机一直在连轴运转 但是由于昼夜温差大 沙涌经常出现回田的情况 加上夜间含水量高 气温低于零下12摄氏度 沙涌冻结都对于挖掘救援工作造成阻碍 在30多个小时的持续救援以后 仍然有13人失联中 天灾无情人有情 万中一星 抢灾情 我们感谢救援人员 甘肃加油 青海加油